最特殊的是个基因,有的堪称超能力,味觉是常人的数倍,而有的正在慢慢消失,全世界已经仅剩3000人。 而第一名的特殊基因,全世界只有20人能够拥有,其他人甚至还对他们避之不及,这到底是为什么呢? 本期的好奇指南针,就和大家一起去见识一下这些特殊人类的罕见基因,点击订阅,让我们出发吧。 第十名,红色头发 在生活中,我们经常能够见到各种各样颜色的头发,实际上,天然发色一共只有五种,最常见的就是黑色,占总人口的80%左右,其次是棕色,然后是金色,银色和红色。 不过走在路上,也根本看不到几个天生红发的人。 因为红色是天然发色中最罕见的颜色,地球上数十亿人口中,红发的总人数只有区区的3000人。 红发其实是黑色素受体基因突变的表现之一,红发人通常都拥有一场白皙的肤色和浅色的瞳孔,而基因突变还使他们对疼痛拥有超高的忍耐度,也因此,欧洲对红发人的偏见可谓深远,在以前甚至会被贴上女巫的标签。 百年之后,红发人甚至有可能消失在地球上,因为想要生出来红发人,得有一个硬性前提,父母双方必须都是红发人,这就使得后代拥有红发的几率会越来越少。 而且更奇葩的是,因为红发人更容易患上皮肤疾病,精子酷聚收这种有缺陷的基因,所以红发人可能即将成为我们这代人才能够看到的绝景了,这不得不说是个遗憾。 第九名,睁眼睡觉 每个人的睡姿各有不同,但是有些不同睡姿会刷新人们的认知。 就像有的人睡觉会睁着眼,很多人认为睁眼睡觉是因为眼睛大或天赋异禀真相真的如此吗? 其实只要分两种情况,第一种是正常的生理现象,可能是睡觉时未达到深度睡眠的状态,眼睛没有完全闭合,睡眠时眼睛会留一道缝。 不过也有另一种说法解释,睁开眼睡觉似乎是橄榄色皮肤和暴躁脾气人特有的睡眠习惯,跟遗传基因或许有一定的联系,父母双方有人有这种习惯,孩子将来也很有可能会遗传到这样的基因。 当然也有病理性的原因,眼检自身的原因,又或是眼检到眼球眼眶之间闭合不全,这种情况就需要注意了。 因为眼检长时间闭合不全,眼球裸露在外,会导致眼球表面液体蒸发,结膜和角膜,失去内膜的保护,加上外界的刺激,极容易引发眼疾。 不过,无论是病理还是生理,睁眼睡觉短期内都不会有什么大问题。 但假如你拥有下面的特征,可就要小心了,因为这很可能说明你的身体出了大问题。 第八名,自己挠痒会发酵。 小时候我们都会趁人不注意,挠别人的痒痒,看着别人痛苦又快乐的表情,久久不肯撒手。 但奇怪的是,无论多么努力地给自己挠痒,就是不痒。 人之所以会感到痒,是因为在人的皮肤中有一种养觉感受器,就是俗称的养羊肉,对外界的刺激反应十分敏感。 那自己挠痒和别人挠痒到底有何不同呢? 当自己挠自己时,小脑会发出一个信号告诉大脑的其他部分,不要对这种刺激给予反应。 但是,当被别人挠痒时,小脑却不会发出警告信号,面对突如其来的刺激,自认觉得特别痒了。 不过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做不到,有一种人就可以把自己挠得哈哈大笑。 精神分裂症病人就可以。 由于大脑中的运动系统和意识形成的区域出现了问题,不能像正常人一样预测动作带来的结果,并提前做出反应。 他们会觉得自己挠自己和被他人挠痒痒一样,会对自己的动作做出反应。 而这也是精神分裂的典型症状之一。 第七名,双手握住是大拇指的位置。 拿出你的双手,相互交叉握在一起,然后看一看你的两个拇指是如何摆放的。 据说,从姿势就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。 据统计,全世界50%的人是把右手拇指放在左手拇指上有49%的人则恰恰相反,而最后的1%则最为罕见是两个拇指并列在一起的。 肢体语言专家认为,双手交叉的方式能够透露你是什么样的人,而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研究证明,大脑左右两部分,哪部分更活跃,则对应的手指则更灵活,更强势。 不过,大脑和手指的左右不是对应的,而是相反的。 左大拇指在上的人,右脑更为发达,理性思考更多,一般还会伴有左撇子基因,而且学习能力较强,不过性格脾气相对极躁,是智商比情商高的人。 而右大拇指在上的人,左脑更为发达,感性更多,性格相对柔和,脾气好,不过记忆力一般,学习能力稍弱,是智商比智商高的人。 至于两个拇指并列的人,则是两边发育得比较均衡,可能是个智商,情商双在线的人。 你是哪一种呢? 不妨测试一下身边的朋友,看结果准不准呢。 第六名,逆时针发旋。 茂密的头发中,其实也藏着或多或少的发旋,而仔细观察就会发现,每个人的发旋其实都不太一样。 有人长在左边,有人长在右边,有人发旋是顺时针,有人发旋是逆时针。 关于这个问题,有人认为,其实和地球的自转有关系。 当宝宝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,头朝下脚朝上,由于地心引力与自转一起作用,孩子毛发就会形成一定的倾斜轨迹。 然而,研究发现,发旋的旋转方向以顺时针的偏多,大概占到了91.6%,但并无人种以及地域上显著的差异。 如果和地球自转有关,那么南北半球的人的发旋顺逆应该有所区别,但实际上并无显著差别。 而通过对比发现,顺时针还是逆时针,其实和毛囊的排列状态有一定关系。 说白了,这就是一种自然随机选择的结果,在胎儿时就已经决定了。 除了发旋的方向不同,发旋的数量也有区别,其中以单个的为多,占89%至96%, 两个的不到10%,三个的仅占0.6%。 不妨现在看一看,你是哪一种呢? 第五名,随进化消逝的基因。 身体各器官的存在都有其必然性,但如果你发现某个器官,别人有而自己没有,是不是会慌张,担心身体出了问题。 比如说,长肠肌就属于看起来没用的一块肌肉。 据说,长肠肌属于进化残留物。 长肠肌是手部肌肉,位于肱骨内上磕至手掌皮下的掌剑膜之间。 长肠肌的功能主要是拉紧掌剑膜,固定曲腕姿势,防止手掌侧的血管和神经,因为长时间使力而受到压迫。 当用力握拳,或将腕部曲曲成悲壮时,可以明显看到。 但如果检测不到它的存在,也不要惊慌,对于早期的人类来说,长肠肌确实非常重要。 没它,就没法攀岩,垂掉,甚至无法迁徙,生活多了很多不便。 可是现代人手指已经够灵敏,且无需长期抓握器械,自然也用不太着这块肌腱。 换句话说,长肠肌对人类已经不大重要,唯一的作用是外科医生有时会拿它用作修复手术的素材。 正常情况下,长肠肌的缺失并不影响手部功能的完整,于是渐渐被淡忘的长肠肌就悄悄地退出了我们的身体。 第四名,超级畏惧。 如果你觉得青菜花有难以下咽的怪味,或者葡萄又苦的不忍直视,千万别再怪自己挑食了, 因为你很有可能是个隐藏的超能力者。 这种叫超级味觉的能力,可以让味觉敏感度超出普通人的好几倍。 也就是说,普通人感受到的酸、甜、苦、辣、咸和鲜,在超级味觉者看来都变得厚重了许多。 据估计,这些超能力者大概占总人群比重的25%。 通常来说,这种能力能更好地趋利避害,规避可能的苦味物质,更好地摄取能量物质。 而且有证据显示,超级味觉者比起普通人更能胜任品酒师、厨师等职位。 但正如每个超能力者都有烦恼一样,超级味觉其实也有负面技能,就是所有味道都太过强烈而接受不了。 所以,超能力是有两面性的,没有这种超能力的人也不必过多地羡慕他们。 但由于这种超能力比较隐蔽,想要发现并不容易。 不过感兴趣的朋友,可以测试一下,找个食品级色素,把舌头染个色,然后用一个边长为4公里的纸片贴在舌头上,数一数上面凸起的数量。 而这些小凸起就是大名鼎鼎的味蕾,所以如果数量超过了30个,那么你是超级味觉者的可能性就很大了。 第三名,天生无眉。 经常看NBA的朋友,一定记得维拉牛瓦这个球员,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球技,更多的是他惊人的外貌,他没有眉毛,还因此得了个无眉大侠的称号。 据了解,他之所以如此天人异象,是因为得了一种罕见的疾病,全身性脱毛症。 据了解,这是一种全身毛发脱落的严重疾病,分为先天性和后天性两种,先天性鉴于遗传,常表现为出生时毛发正常,但不久开始脱毛。 而后天性脱毛症,多是因为其他疾病引发的,比如内分泌性脱毛症等等。 而所以得脱毛症,归根到底是身体免疫系统出现了紊乱,开始错误的攻击毛囊。 导致从面部到身体上的毛发全部脱落,头发,眉毛,睫毛,胡须,汗毛,叶毛都无法幸免,而且是部分年龄,性别,没有有效药可以干预。 不过好在,除了掉毛之外,患者没有其他症状,一般身体都比较健康,也不影响寿命。 不过天生无眉也有好处,就可以拿着眉笔,任意塑造眉形。 今天是杨柳细眉,明天就是一道见眉,每天都能体验不一样的自己。 第二名,门牙的缝隙。 如果你是个观察仔细的人,会发现有些人的牙齿有个明显的特征,那就是门牙上有一个缝隙,有的很大,有的很小,最大的缝隙有一颗门牙的宽度。 据统计,大约有20%的人门牙之间有这个显著的缝隙,其实人类的牙齿一开始并不是整齐的,不平整的牙齿能带来更大的切割面。 但随着人类的食物越来越柔软,我们不再需要这些大缝隙来切割食物,审美开始趋于整齐化,导致有缝隙的人在择偶的时候受到挫折,于是这种显性基因就越来越少。 但这个在亚洲看起来不太美观的现象,在一些文化中却被视为美丽的标志。 就像是加纳和奈及利亚等国家都会把牙缝当作一种美丽的标志,他们认为一个人门牙之间的牙缝越大, 则表现的这个人越具吸引力,在他们的文化影响下,甚至还有人通过人为的方式故意拉大牙齿之间的距离。 门牙上的缝隙对我们来说是个不大不小的烦恼,但下面这个特殊基因却让它的携带者痛苦不堪。 第一名,无指纹者。 在一些影视剧和侦探小说里,我们经常看到,罪犯为了躲避警探的追查,会刻意擦掉自己的指纹,甚至会利用特殊渠道,直接抹去指纹。 大千世界,无其不有,罪犯费尽心思想要的,居然有人从出生起就做到了。 这种无指纹的罕见疾病在医学上称为皮纹病。 可不要以为没有指纹是什么好事,它会给生活带来极大的影响。 人手掌上的汗线不发达,当手部温度上升时,普通人的指纹会自动排出汗液,辅助降温,但没有指纹的人就不具备这种散热功能。 除了不能出汗以外,指纹缺失一开始其实并不会影响身体的其他技能。 手指有正常的感觉功能,唯一的缺点大概就是,缺少指纹会让抓东西有些困难,发牌或者翻书都比较费劲。 但不久之后,指纹缺失的其他影响会逐渐显示出来。 患者会面临手掌,脚底皮肤变厚的危险,而且还不得不忍受牙齿,头发和皮肤发育异常的痛苦,严重的可能还会造成头发稀疏,皮肤干燥,牙齿变薄,变脆的情况。 而造成这种病症的原因,就是基因突变,而且存在遗传的风险。 不过好在这种情况太过罕见,全球大概只有20多人,所以对我们来说还是比较遥远的。 看完以上的视频,是不是感慨天下之大,无其不有? 那你还知道哪些特殊人群的特别天赋呢? 欢迎来评论区留言互动。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,可以订阅按赞好奇指南针下期也会为你带来更多精彩。